今年EDM电子舞曲的热潮席卷全球 大型活动好像Ultra Music Festival 入场人数随时以十万计 歌曲红想学出碟的人自然也多 三年前DJ Soda就开教室教人 唯一看他笑容可谷他是2009年 DMC世界DJ大赛的香港区冠军 因为你知道譬如做歌你需要画一个studio 现在电子音乐就是说你有电脑可以做到这些电子音乐 对香港来说我觉得一直会兴起这一年 他还说DJ入门不算难 一部入门级all-in-one的触碟机就能够用来学触碟和创作 而且可以接触iPhone或者iPad 串流Spotify上面的歌曲 另外就是说他有一些叫做半自动化的系统 基本上全部DJ学的东西都在里面 即是够简单和一部机就可以玩完所有的东西 传统触碟需要用到黑胶唱盘 我们就请了DJ Soda用黑胶和新机各玩一次 看一下有什么分别 首先用黑胶玩一次creep这个触碟技巧 再用DJ1玩多次 咦 似乎都似无似样 不过阿sir 有没有一些容易上手一点的 如果一些刚刚学着DJ这东西 就可以先学这个叫baby scratching的东西 网上都有不少教学 跟着做其实不难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